是长龙 这乡有礼了 我今天来啊 是请大家回家的 这些年 谢德昌等贼匪 恒心猖獗 残害百姓 让你们有家不能归 有地不能耕 整个罗城县衙 杳无人烟 荒草遍地 杳无人烟 杳无人烟 余大人 雷翠婷自负前来 请余大人责罚 本官近日 正乡请你到县衙来 你为何不请自负而来 这是为何 翠婷之前 余大人有约在先 等剿灭谢德昌一伙之后 再问翠婷 夺取官服官印之罪 你和虽然曾有约定 但是你雷翠婷已经将功赎罪 我俞成龙如何还能 在心惩罚 功是功 过是过 虽然官服官印 是从谢德昌手中抢得 但也理当治罪 这话有理 将功赎罪 也不能乱了律理 既然雷大侠和余大人 曾有剿灭谢德昌的约定 那么此约定 尚未过时 周先生 此话怎讲 请问胡大人 我们是否将 山大王谢德昌 捉纳归案了 暂且没有 既然没有把他捉纳归案 那么雷大侠和余大人的约定 就应当有效 这个 玉玲 静阳 给雷翠婷存吧 余大人 我保的 我来捡 好 看海星际 请 雷翠婷先谢过余大人 请余大人放心 我会尽快把谢德昌抓捕归案 到时再请余大人问我的罪 剿灭谢德昌这帮乱匪 你也功不可没 眼下谢德昌虽然在逃 但本先发誓 一定要将他抓捕归案 现在罗承县衙继续用人 如果你愿意 本官即刻找你为 罗承县衙的捕头 不知你意下如何 余大人 崔庭这么多年 浪迹江湖劫富济贫 都是因为谢德昌一魂 栽赃陷害恒行乡礼 欺压百姓 已知罗承圣灵土台 百姓无处暗身 大人如今在罗承 剿匪抚名 便是罗承县百姓的 青天大老师 余大人 感谢大人的再造之恩 愿归顺朝廷 归顺于大人 好 别不投 走 在 本官要到各村各寨 去招负刘明回乡务民 抓捕谢德昌的药物 就交付你 雷崔庭绝不攻复 大人的重托和信赖 好 夸夸进去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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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各位乡亲 我于成龙这乡有礼了 我今天来啊 是请大家回家的 这些年 谢德昌等贼匪 恒心猖獗 残害百姓 让你们有家不能归 有地不能耕 整个罗城县衙 杳无人烟 荒草遍地 你们其中 有黏一鼓戏的老人 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 哪个不希望回归家园 哪个又不希望自食其力 哪个不希望过上安宁的日子 徐大人呢 可那谢德昌生生日不除 我们就不敢下山呀 是不是呀 就是就是啊 他谢德昌要带回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呢 是吧 对啊 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想起来 你们不必担忧 谢德昌本人虽然逃脱了 但是他的古风领 已经让雷翠亭把他烧掉了 什么啊 谢德昌的人马 也让我们彻底剿灭了 他永远不敢再回到罗城 来祸害老百姓了 剿灭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罗城县衙不是我余成龙个人开的 那是朝廷的县衙 是专为老百姓办差断案 专为老百姓做主的衙门 现在我们罗城县衙已经开始步入正常的秩序 我余成龙向你们保证 只要你们回到家园 我一定让你们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 这是罗城县衙今天向罗城县衙们发布的告示 你们可以回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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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乡亲们 好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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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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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谢德昌占山为王十几年 左拥几百号人马 谁能想到 现如今我竟落到如此天地 身边仅剩三个人 身边仅剩三个人 谢老爷啊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 你最不应该做的一件事 就是开仓纳粮 这是犯大忌的事啊 如此一来 官府便把你当作死敌 必去之后快啊 是啊 所以那虞成龙 刚来到罗城 脚跟还没站稳呢 就先拿我开了刀了 谢老爷 是 蓝某这一生啊 给自己和儿孙定了一条 永远不能破的规矩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规矩 一 永不占山为王 二 永不开仓纳粮 三 永不和官府明着作对 可现如今 我一切都来不及了 晚了 晚了 生堂 贵物 带信永青 跪下 你身后这位壮汉 你很熟悉吧 认识 他是雷翠婷 雷大侠 他现在不是雷大侠 他是罗城县衙的雷浦头 我问你话希望你老实回答 谢德昌 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说话 你来 你来 起来 从事招来 我再问你一遍 谢德昌 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不说我只能把你交给雷浦头 让他来审你 周大人 你别把我交给雷浦头 求你的周大人 我说 我说 说 谢德昌 已经离开了罗城县 他离开罗城县 去了哪里 他肯定离开了罗城 至于他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啊 嗯 雷浦头 你带 马上把谢英卿放了 什么 把他给放了 马上放人 前 谢谢周大人 谢谢周大人 走 谢谢 谢谢周大人 给老子滚 谢谢大人 谢谢 周先生 咱们就这样轻而易举的 把谢永卿给放了 下去 是 周先生 这个谢永卿诡计多端 他狡猾得很 刚才他说的话 没有一句是真的 但他有一句话是真的 哪一句话是真的 谢德昌已经离开了罗城 可他并没有说 谢德昌离开罗城去了哪儿 这正是我要放他的原因 你马上秘密跟踪他 他去的第一个地方 一定就是谢德昌 藏身的地方 对啊 周先生 我怎么没想到 我这就去 这就是 啊 啊 谢老爷啊 我给你出个主意 保你平安武士 愿意 来安老爷指教 来安老爷 得偿得救了 谢了 老爷 不再送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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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啊 回归家园 要想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 那就得把土地耕种好 要想把地种好啊 咱们就得有牛 对不对 对 兄弟们 这些牛啊 都是于大人用自己的俸禄 从桂林给大伙买回来的 是 是 快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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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起来 都起来 快都起来 都起来 都起来 你们啊 谁要敢下棍 我就不给他分牛 是 小姐们 两户一头牛 你们现在可以下地去领牛吗 是 快 yea 快 慢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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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